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河南省一个普通小镇的清晨 成片的大棚上的棉帘一点点卷起 阳光洒进大棚 棚里的果树伸着小脑袋 贪婪地接受着阳光的普照 牛羊睡了一个美觉之后 开始享用美味的食物 万亩连放到大田上 大型喷灌机将水喷到空中 散成水雾洒向地里的小麦 成片的小麦晃动着嫩嫩的小脑袋 在阳光下挑着一颗颗晶莹透亮的水珠 这恐怕是他们最享受的时候了 相对过去 这里已经实现了农业的初步现代化 可是人物却并没有满足于此 因为他们发现了实际应用中 依然存在很多问题 每一个投入都是很大的 那么这些设备已经装在地里面了 怎么让人发挥更大的效益 能真正真正的 让这些可视的数据 数据化的东西 然后去指导农民进行种地 这是很紧迫或者说 很迫切的一个课题 对我们公司来讲 他们希望可以让农业变得更智能一些 于是他们找到了河南省电子规划研究院 希望可以得到帮助 一个初春的正午时分 几位专家来到了小镇上 他们想知道自己究竟能为农业的现代化 做些什么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农业项目的信息智能化 也是第一次接触 而眼前的景象 让他们感到万分震撼 这个万亩联芳的大田上面 已经有了大型的烹灌设备 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惊奇的 通过这种大型的烹灌设备 一天都可以交将近一千亩地 这在我们原先的这个意识里 是完全没有想到的 当时我们就在想 那针对这个大田 我们在现代农业这个方面 还能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究竟需要做什么 应该还是要由农民说了算 虽然是正午时分 可农民却依然在工作 大家迫切想要跟他们交流一下 可是在机车边 想说上几句话并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机车的噪音太大了 踩走了几分钟 陈丽就有些受不了了 这个声音噪音好大 哪有火 停不停火 还得热到呢 这个喷灌机车的噪音特别大 这些那个职守的农民 跟着这个喷灌机车走了一会儿 我们也是跟着走了一会儿 就感觉这个脑袋都嗡嗡地响 而在接下来艰难的交流中 陈丽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机车的速度 是可以根据地里的干旱程度而调节的 速度越慢 土地得到的水分就越多 但是究竟每次该以什么速度行驶 却没有一个明确的指示 农民该怎样掌握呢 这么先进的设备 却还在使用这样原始的思维来操作 大家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 然而几天后的一个早上 他们无意中看到的场景 更是让他们感到揪心 当我路过咱们这个一百多栋大棚的时候 我看见那么冷啊 每栋大棚上站了两个人 很冷很冷 当时我就在想 这个大棚的卷帘是完全可以做到自动化的 家树江永远也忘不了当时的情景 他没有想到 之前所谓的自动化的卷帘系统 其实根本称不上真正的自动化 这么冷 风这么大 我眼泪都吹出来了 早上几点到这呢 早天 七点五十吧 这冬天更冷的时候 在上面很受罪啊 太冷了 真是冷 风雨吹 那个脸都是刺疼的 而且吹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当时我们就感觉这个工作环境太恶劣了 特别是针对这些女工们 她们的脸吹得让我们感觉都是饱经沧桑的那种感觉 作为一名女性 陈丽更能体会到这些工人的辛苦 一栋大棚 卷帘需要用两个人 这里有一百栋大棚 每天就需要两百人来卷帘 又受冷又受累 并且那么高还容易发生危险 一定要做到真正的智能化 让这些女工们的双手彻底解放 所以我们当时第一个感觉就是说 不管农业现代化是什么 我们第一步都要用人工智能的方式 尽可能的改变农民的工作环境 改善她的工作条件 但是一下子找到这么多问题 究竟该如何下手 接下来在信息画部 她们既兴奋又遗憾 她们发现服务器中 大量的数据都收集在那里 无论是历史数据 还是实时数据 都非常齐全 可是却杂乱无章 几乎没有起到作用 虽然有了这么多的传感设备 数据也都能传到相应的系统里面 但是它们目前对这些系统的应用 并没有让这些数据产生一定的价值 在这个大数据的时代 该如何利用这些数据 对这里进行智能化管理呢 是否能将这些数据 结合植物生长的条件 用大数据分析的手段 来指导农作物的生产呢 是否可以再进一步改善 农民们的工作条件呢 她们信心满满 然而 一件令她们意想不到的事情 发生了 不反应 我们把一些新兴的互联网 技术跟农民朋友聊天 说用的时候有没有可行性 或者他们有 希望有这样系统的时候 他们都认为说 那是高科技 我们都不愿意做 其实大家心里也不是不能理解 农民们现在的工作条件 虽说还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 但是相对以前而言 已经是天壤之别了 他们不知道专家口中的高科技新系统 会不会在操作上 给他们带来障碍 那么它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的农业从业者 往往是知识水平比较低 对于现代科技的了解比较少 想把现在的人工智能 大数据 甚至一些先进的互联网技术 用到农业上 使用者接受的程度时 是一个难题 这是一个难题 只有新的操作方式 真的给农民们的劳作方式 带来巨大变化 同时操作起来又不比之前复杂 不需要费力就可以学会 才有可能能被农民们接受 可是怎样做才能直观易懂呢 有一天 正在看天气预报的成立 注意到地图上的各种色块 突然有了灵感 我们特意为这个系统设计了一个 土壤商情色块表征系统 就是看到不同的颜色 就知道这个大田 它的商情情况是怎么样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浅黄色 这个浅黄色就代表这块大田 现在相对比较干旱的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信息 我们会提醒管理人员 这块大田很快就要开始浇灌 就像天气预报中一样 颜色越红就表示这个地区温度越高 土壤商情色块所设计的颜色 也是最能够让人一目了然的 颜色越红就代表土壤越干旱 绿色就代表水分充足 庄稼健康 它们力求智能系统 无论是浇水还是除草还是施肥 还是报警 每一项显示都是最直观的 就连喷灌机车的操作界面 都和实车是一样的 用平板远程操作 就可以实现起步和停车 你可以看到整个的监控 跟你机车上的所有的按钮都保持一致 您可以根据这个自己在操作一遍试一试 农民们没有想到 现代化的智能系统的操作 原来并不难懂也并不难学 最重要的是 机车的操控不再需要人跟着了 启动和停止都可以通过系统 轻轻一点便可以实践 而一旦机车出现问题 系统也会有报警提示 点击关闭便可以及时将机车停住 农民们对软件的认可 让假树江大大松了一口气 软件的价值是在于应用的 很好的一个软件 如果大家不用 实际上这个软件是相当于不产生价值 而更让农民们满意的是 他们其实根本不需要 时刻去判断每块大田的状况 系统会根据大数据 计算出哪块大田需要浇水 以及浇水时 机车该以怎样的速度来前行 并给出提示 既不让装甲水分不足 也不会因为过度灌溉 造成水的浪费 原来传统的这种浇灌方式 每亩地大约要用水到五十方 这是一个很大的量 通过我们现在的这样一种方式 就是大型烹灌机车 加上我们现在的这个烹灌的 智能大烹灌的这个系统 能够让每亩降到大概十九方左右 那么自动化程度已经很高的大棚 又会有哪些改进呢 冬天的时候 太阳升起的时间通常是在七点钟左右 而上班的时间则为八点钟 那么棉帘卷起就要到八点半 能不能找到一种方式 让大棚的棉帘在职工上班之前 就卷起来呢 这样不仅职工省力气 植物也可以充分接受阳光 进行光合作用 所以我们想做一个 让这个农民真正爱用的一个项目 用了以后 他们就离不开的一个项目 所以我们就很快商量 那么还有一个时间问题 因为冬季会过去 我们要尽快用上 就紧锣密鼓开始来做这个项目 要解决卷帘放帘时 绳子容易被缠住的问题 同时卷帘和放帘的时间 还要根据每天的天气情况来进行 必须要与天气大数据进行连接 而最为重要的是 要能够在卷帘到位的时候 及时将它停住 避免卷帘翻棚的出现 你知道那个帘子 一旦翻过去的损失特别大 因为这个地方 它后面是一个养鸡的鸡棚 这一砸下去不仅帘子坏了 鸡棚里面的鸡也坏了 就是整个它的损失会非常大 在这个大数据时代 智能操控对于信息化专家来说 做起来并不算难 很快一套自动化仿真系统 便成功地开发出来了 这个程序可以让大棚的卷帘 在太阳升起的时候自动卷起 而太阳落山的时候 它便会自动降落 既可以使人免于艰辛 又可以让作物最大限度地 享受阳光的照射 他们兴致勃勃地再次来到了大棚 找到了这里的职工 其实他们心里也很忐忑 不知道这个智能系统会不会得到 这些员工们的认可 以后每天早上自动就给你卷起来了 每天下午自动就给你盖住了 早上咱们再也不用跑到那上面去了 可能还得去拉着它 一待就是半个小时的 以后就全是自动化的 它自己能绳起来吗 能 根据你刚才设定的这些东西 它按照你的设置 它就来了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万一它不生起来了 我走了 我还是看着它比较放心 看着比较放心 前期你可以先看一下 但是咱们可以到外面去试一试 试一下 有真神 神不神 咱看一看去 到外面 好 虽然带着几分怀疑 然而 它眼神里更多的是欣喜 这下 不用说下雨下雪 就是下冰雹也不怕了 一旦天气预报显示 有特殊天气即将到来 大棚就会发出警报声 同时 卷帘就会提前三十分钟启动 降落下来 以便维持大棚里面的植物 所需要的温度 而当特殊天气结束之后 如果天空放晴 卷帘会再次自动卷起 让作物继续接受阳光的补育 而这所有的过程 都不需要人的参与 大棚与大田实现了智能化 运行的有条不紊 可是杨舍这边的问题 却越来越严重 以前靠人工测量记录的管理办法 现在似乎行不通了 养殖厂的厂长就专门打电话 我们还专门组织讨论会议 就说现在我已经快管不住了 怎么管不住 反正杨是不是就不能说不听话 现在这个养殖规模 越来越大的情况下 原来几千只杨 可能我每天 我这个养殖团队去寻试一卷 我就能发现 那现在这个情况呢 现在这个情况几万只了 五六万只 它寻也不一定能寻得过来了 羊的饲养与农业息息相关 只有将羊群的数量逐步壮大 未来才会更好的 和农业形成生态平衡 可是如今 随着羊群数量迅速扩张 虽然每只羊都有耳标 都有档案 可是这些档案管理起来 就太吃力了 就连打个预防针 都要检索半天 才能找到哪些羊需要打什么针 身高体重等体征指标 更是永远都测不完 开发智能化管理系统 势在必须 可智能化管理 到底都需要管理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羊的养殖环境 气味超标了 比如说这个羊马上要该受孕了 或者这个羊马上该产宰了 或者说这整批的羊 该进行这个整体的计划防御了 我们通过系统能够 给我们提供一些很定期的提示 这天一大早 六号羊圈就来了几个人 他们拿着手中的东西 不断扫着 突然 他们似乎锁定了目标 原来 这只羊生病已经三天 而与它有着相同情况的 还有同在一个眷设的 另外三只羊 为了防止出现病情扩散 系统提示管理员 要将这几只羊 送往隔离室 进行隔离治疗 而在之前 仅凭人工记录和搜索 很难做到 如此及时地 获知这些信息 可如今 每只羊的档案数据 都派上了用场 系统可以根据 他们的历史记录数据 以及最新的检测数据 来计算出 他们的身体状况 健康状况 并且可以提示管理员 哪些羊需要打预防针 哪些羊将要生产 等等信息 而经过智能化管理后的羊卷 出奇地干净 这个小小的仪器 就可以收集卷设理 氨气硫化氢 二氧化碳的浓度 因为这些气体 对羊的生长 非常不利 如果说这个羊舍里面的气味 超标了的话 这个我们就会触发 我们的那个远程开关 会把这个羊舍里面的粪 即时地能够清理一遍 自动地可以清理 对自动地可以清理 刮粪机启动的同时 设外吸粪机 便将刮出的粪便收集起来运走 去制作有机肥 供庄稼使用 粪便可是卷设里面 有害气体最主要的来源 而羊厂的工人 也会根据报警提示 摇起卷帘 给卷设通通气 此刻 另一项工作也正在进行着 一上班系统就提示 今天有一批羊 要进行身体指标测定了 不过这一次 可不需要管理人员 再去抓羊了 这是国内 全自动的一个测量设备 这套设备自主研发的一个 之前我们的测量 都是人工测量 人工测 就把这羊抱出来 然后再测什么 那人工测能准吗 这羊它的姿势 人工测的话 它这个羊呢 它就是很容易的 出现这个站立姿势部 不稳定 它这个导致的测量 结果不准确 其实 过去人工测量最大的弊端 并不仅仅是人力的大量耗费 以及测量结果不准确 最重要的是 人工抓羊或引起羊的应激反应 对健康不利 他们一直在思考 究竟怎样做 才能既解放自己 又能够有利于羊的身体健康呢 如今 无论是测量还是打预防针 都有专用的设备 同时 这些数据还将上传到服务器 成为这些羊 档案中的遗像 而每只羊 每天1500米的运动量 更是进一步提高了 它们的体质 如果测量结果 显示体重超标 那么它的运动量将会加倍 智能化系统精心挑选出来 适合繁殖后代的羊 繁殖越来越顺利 羊群数量继续扩大到了9万只 它们的粪便和牛肌的粪便加在一起 终于可以够得上 大田和大棚里 作物所需要的有机肥 而这一天 记者发现 周万兵又蹲在了地里 大田已经实现了人工智能 它在那做什么呢 这是一个测量什么的仪器 这个就是水分和皮二级质 就是死肥的平衡 酸碱度是吧 对 酸碱度 小小的测试仪往土里面一插 这个点的含水量和土壤酸碱度 就会上传到服务器 周万兵只需要在施肥前 从这片土地上选取几个点进行测量就可以 而这个结果对施肥的指导作用不可小觑 可以根据我们土地的情况进行一个使用土肥啊 或者使用农家肥进行一个土壤改良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你比如说像小麦这个酸碱度 它可能在6.5到7.5就比较好 酸性太大了 你要拼了命 你得往里上积分 积分偏酸嘛 就适得其反了 那之前要是没有这个的时候 你们怎么判断这个水分 没有这个就是靠用手抓 看这个水分就是这么看的 平经验 平经验 看看这个有没有湿度 然后吸不到浇水是吧 对对对 那PS值怎么看呀 PS值那就是有什么肥料上什么 那就是平经验 就不管它是酸碱度了 不管怎么就是上 不用操心 庄稼的长势却比以前要好得多 作为庄稼人来说 没有比这更让人高兴的事了 刚开始按这个执政来 确实不踏实 因为这个消耗的东西 咱不一定咱不相信 老外形就啥呢 事实求实了 不一定不相信 但是咱通过这几次实验 通过这领导这个科技人员 给咱做示范 让咱忘记做机会 确确是珍重 还得珍重 又到了收获的季节 一望无际的大田 金灿灿的豆子都在诉说着 丰收的体悦 大型农机发出隆隆的声音 仿佛也在迎接智能农业 新时代的到来 防水问题无处不在 一瓶液体轻松解决 究竟是怎样的特殊液体 能够起到以毒攻毒的作用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以水治水